Angela 我覺得她還滿可愛 可是我還期待她再更好笑一點 我就覺得她好像感覺 快要摸到笑點 可是又快要摸不到笑點 就有時候要笑又還不太到笑 所以我希望她再更好笑 接著下來是3D 3D動畫 我們先問一下劉總監 就是一部3D動畫到底 需要哪一些過程才可以生出來 其實過程還滿繁複的 簡單把它分成三大塊的話 就可以分成前置 然後製作中期 還有後置的部分 前置就包括了 一開始的創意發想 再來還有劇本 劇本整理出來後 再來就是人物和場景的美術設定 然後再來就是淨灘動態的故事 就是那個分景隊 這間很複雜 這只是前置的部分 那也只是前置的部分 才講了一部分 前置而已 對,3D動畫製作的 再來進入製作的話 那就要從劍模型開始 就是雕塑一個3D的模型 然後有模型以後 它比較算是素模 所以表面是沒有顏色的 那我們就要把它上表面的質感 還有上色的動作 然後接下來就是特效、燈光 然後等等 然後下一部後置就是合成剪接 音效還有配音 來跟大家首先第一部 就是查理和神秘的水果連續殺人魔 這個是誰的作品 這個故事就是在講說 就是在黑暗的巷道還有城市裡面 就有各式各樣的水果 被各式各樣的方法殺掉 然後就有一顆櫻桃偵探 還有他的助手馬格莉特草莓 就是專門去偵查這件事 然後最後就發現說 到底是誰殺了這些水果這樣 沒有去 很特別的題材 一起來看一下他的作品 來 3D組入圍作品 查理與神秘的水果連續殺人魔 十屆沒傳戲 蔡立民 ...! huh AHHHHH 塵 AHHHHH rests 甚麼? What do we have here? V BLACKMikMIS börjar 可是八де 都被關來了 很快 夷排 快�� 正確,看起來像是一種很大的鑰匙 但誰能把鑰匙的鑰匙 你明白我,可能他用了鑰匙 那是唯一的解釋我能想到現在 喂,你聽到那嗎? 聽到什麼? 鑰匙 那 等一下,等我來看看,我來看看 好 What the... What was that? What the... Huh? You! Hands up! Alright man, don't shoot! My God... What have you done? Please! I swear I didn't do anyth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help him! Yeah, you sure did a great job helping him. Either way you'll come back with me to the station. You've got some explaining to do. Now turn around and start walking. It's true! I heard the screamer went there! He's already dead when I got there! I didn't kill him! Please! You've got to believe me! Save your breath man! You'll have a lot of... What the... Who dropped these? Oh my God, what's that? Oh my God, what's that? This... This is nuts! Aaah! Oh my God, no! Please! No! I'm getting out of here ma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No! It's too dangerous! Stay with me! Hey! Stop! artist.com 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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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了他,我看見了他 所以我追蹤他 我看見到他,我看見到他 我看見到他 我看見到他 小姐,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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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小姐 小姐,小姐 等一下,Margaret 我下降了 現在Charlie 會跳到沙漠 救他朋友 好,那是我的健康小寶寶 同學喜歡這個作品嗎 太厲害了,是不是 這就滿有趣的 大飛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好耶 而且他那個整個音效 我覺得音效做得超棒的耶 而且他整個導入你到那個情緒裡面 你就會看得像 對 就會翻進去對不對 對,被他帶進去 然後最後發現他的結局是這樣 就覺得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最後一部作品 也是3D動畫類的火車地下室 來,幫你介紹一下 這部作品是我大三的那個3D動畫 然後它大概在講就是 一個火車的置物櫃 就是放行李的那個車廂開一開 然後一個路頭掉下來 他在椅子上就走起來 然後走到地下室去 火車是不會有地下室的 但是那個火車出現了地下室 然後他又走到森林 反正就是一個超現實奇幻的故事 最後又回來 很特別的感覺 揚男的迷宮 對